兴奋大战是越演越烈 传出了为了停止双方的战火 国民党秘书长黄建廷 希望能够快刀斩乱麻 而台北市党部考虑要提前做民调来进行初选 但是被徐晓鑫怒轰是胡搞瞎搞 提前民调无意是没收了初选 但是呢看到台北市党部主委 这个黄吕锦茹呢 他是加以否认 他说呢这个提前初选呢 可以恢复党内的和谐 只是讲讲而已 并没有跟费还有徐晓鑫来讨论 但是呢徐晓鑫等我说 这么做呢 是不是费宏泰建议要提前来做民调的呢 他小不是说如果民调提前呢 无意是没收他初选 将会做出因应的行动 他所谓的因应行动呢 就是他会坚持到底 但是最后他也谢谢这个主委呢 是悬崖勒马 但是我们就来看到 现在呢是不是费宏泰跟徐晓鑫 他们的支持度呢 有一点点的翻转不一样了呢 因为根据的 信义小县民所回布最新的这个战况 这位呢他是财经网美 Amy追剧时间 他说其实在二三月的时候呢 徐晓鑫是气势如虹 那个时候呢 他们楼下有几个公园 已经完全都倒向了徐晓鑫了 但是呢后来这两个人 几波的交锋下来 大信义区的选民 现在又回到了费宏泰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公园有人在说 他们家这么多年来都是费爸爸 在服务处呢填表报税表格 从爷爷填到了爸爸 多年的政绩很感人 所以呢费爸爸在民间开始出现了 圣人化的倾向 现在看起来好像这个支持度 回到了费宏泰的身上 我们就来看到费宏泰跟徐晓鑫 两个人在信义区拜票的时候呢 就相遇了 结果呢徐晓鑫还在推解当中 尖叫跌倒 尤淑会议员呢就很支持徐晓鑫 他说为什么晓鑫要这么不计悔欲的勇往直前 为什么让自己狼狈不堪的追逐跌倒呢 就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舞台 他说呢国民党的初选制度呢 让挑战者跟规则呢制定者一起竞争 觉得是可笑又可怜 但是呢这个党内都希望这一场的心肺大战呢 是不是能够熄火 是不是呢能够让他冷静下来 但是因为现在也没有看到国民党的大人物 公开来呼吁或者是来调停 倒是呢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如果有需要协调的话 他义不容辞 本来拿着竞选周边一一介绍 徐晓鑫话锋一转 大骂狗血军师乱献祭 鞋汉前差点放水流 全因为这件事 突然之间要把4月16号到18的 这个日期改掉的话 就是在没收初选 这样子无异于没收初选 现任优先 好我想要刚开示范 然后可以一起变动 心肺大战杀过头 传出党秘书长黄建廷 你出手介入判快刀斩乱吗 台北市党部为了米平纷争 竟然考虑要提前初选做民调 党部主委陈青原本曾讨论 但实际上很困难 目前没有考虑 还没有决定 没决定 因为就是没有嘛 当然可以提早也是一种选项 没有考虑 像我们都还没有开始办公 非常感谢台北市党部的黄绿锦路主委 知道这个事情是不能这样子胡搞瞎搞的 所以悬崖勒马 拜托请给我们一场公平的初选 不要在背后用这么多的小动作 诡异的是心肺大战开打至今快半个月 却不见国民党的大人们出手调停 放任双方杀个你死我活 基层都看不下去 再还没有 只要是我能够努力还有协助的地方 我一定亦不容辞 而不是说让两个在党内的要脚 在外面吵得沸沸 让民进党不断的见风插针 我觉得这次党之外目前 可能必须要去介入跟处理这个东西 这个世代之间的纷争 没有办法在这两个代表性的人物下 做一个完美的结束的话 不管是说在2024 又或者是2026或208 这样的问题只会更严重 心肺大战打响世代交替第一枪 国民党如何平息纷争 选民和基层都在看 就怕人处理被绿营 见缝插针 记者石温贤 蔡平鸿台北三文报道 国民党台北市松山新义区的立委出选 闹得沸沸扬扬 这个心肺大战成了党内互打 让国民党团总召资民中解逐呼 如果不团结的话 会影响到2024的大选 而党主席朱立伦的角色 也显得很重要 立委李德韦就感叹 厮杀伤到了自己人 考验朱立伦如何整合 目前应该出选的阶段 基本上还是由台北市党部在处理 所以黄理主委我的理解 有在着冲 有在处理 也在安抚 那希望取得一定共事之后 不要再复达 党内复达真的不好看 当然是彼此 甚至会影响大选候选人的 可能的民调 所以我在这里呼吁 真的不要复达 真的不要复达 复达没有任何人得力 三个是国民党 三个甚至会伤到 2024的大选 所以现在党中央也还不到 介入的时候 现在基本上 二刀线是都在推出 尝试要推出候选人 那权者是掌握在各国 各县市的主委手上 所以基本上 现阶段 现阶段 党主席还无从介入 那假设 到某个层级之后 继续发生的话 党中央还有介入的空间 最近国民党立委初选之争 真的让人看了摇头叹息 当然这也考虑 朱立仁主席 以及党中央 还有蒋湾市长 毕竟这件事情闹下去 就是祸起硝强 家门不幸 那我相信 应该要来好好的处理 年轻人要出头 天经地义 但是走邪路 自曝当 侧义 真的让人摇头叹息 国民党如何拔着好的人才 而避免相关祸起硝强的事 再继续发生 我想这应该是大家要思考的重点 年轻人要出头 不能走邪路 要走正道 自曝当侧义 真的令人摇头叹息 国民党不能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我想这样子 现在也考验朱立仑主席跟党中央 还有蒋湾市长 以及全党上下 现在是祸起硝强 家门不幸 我想国民党应该要培养 诚实正直的年轻人 而不是巧言吝啬 哗众取宠的年轻人 当然这个也考验了朱立仑主席 以及所有的从政同志 国民党2024立委初选 心肺大战是越演越烈 两个多礼拜后就要进行党员的投票 而争取参选松山新义区立委的徐晓鑫 接受了中天节目线上面对面专访 他强调虽然现在跟沸鸿太激烈交锋 但是绿营侧异千万不要见缝插针 要是有人敢欺负肺委员 他一定会第一个站出来替肺委员说话 就算到时候党内初选落败 他也绝对不会拖党参选 而是会继续为队友助攻 我讲过嘛 在周玉寇跟沸鸿太的面前 给我选一百次 一千次 一万次 一千万次 我也会选择肺宏鸿太 然后一起去打周玉寇嘛 周玉寇敢去欺负肺宏鸿太 我第一个站出来帮肺宏鸿太说话嘛 所以你看到周玉寇讲我们的事情 肺委员没有回应 我已经把周玉寇骂到勾鞋领头了 他还敢出来讲话吗 没有嘛 后来就闭嘴了嘛 他在讲什么 讲出来讲话都是丢脸 让大家笑掉大牙而已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今天我选择跟绿营的侧翼 开战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受伤啊 你们以为作战这么简单啊 你们以为侧翼这些绿营的侧翼 他们很没料 随便讲他两句就没事啦 你讲完他以后 他是他这一辈子盯着你 他就是要等你犯错 等你出球 等你有剑锋插针的机会 就要刺你两刀 当我决定要跟他们开战的时候 我早就有受伤的心理准备啦 早就有了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 我告诉大家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今天整个国民党 如果没有人敢跟侧翼 直接挑战 直接开战 直接狠打他们一把的话 那难道我们国民党 要像以前过去满清时期的时候 任外人欺负跟宰割吗 所以我一直讲 我的政见跟主张是国民党站起来 不要再被周玉寇这种人 不要再被绿营侧翼这种人欺负了 我们受到所有的委屈 都要大力的反击回去 所以为什么我这次会一直 帮马前通常说话 因为我也不要让那些台独的教授也好 陆委会也好 民进党的侧翼也好 再有欺负我们国民党的机会 所以在费宏泰跟周玉寇之间 我的选择非常的清楚 永远都是先选择费宏泰 我不知道我有一天出了事情 或者是我过去曾经被 这些绿营网军侧翼欺负的时候 费宏有没有声援我 我的印象是没有 以及他还去跟着这些 说要罢免我的人站在一起 但是即便他做这件事情 都不会影响我 对于绿营侧翼 因为其实真的是绿营侧翼的错嘛 那配合的人 当然我觉得我也不能接受 但是如果不是这些侧翼 他们先开始 做这些狗屁高招的事情的话 我们的政治环境不会这么纷乱 所以不管今天 过去我跟费宏泰有什么样的争执也好 纷争也好 言辞的辩论也好 在绿营侧翼跟周玉寇 在攻击我们 在伤害我们 在挑拨我们的时候 我第一个站出来 就是狠狠的骂他们一顿 没有二话 假设今天你输了 你还是 你会脱党参选 换选区 或者是全力支持废洪泰吗 这个问题很直接问你 我已经想好了 我会在4月22号 就是党员投票的那一天结束之后 那也就是会公布我们最后的结果的当天 不管呢 我最后是赢了还是输了 都会把我手上这个许淑华的相簿公布出来 我会开一场记者会 把许淑华的相簿公布出来 那我想呢 到底这个相簿里面 到底我要监督许淑华什么 到底民进党的许淑华犯了什么样的错 让我追踪了他一年半 到底我说他工作不认真是在指什么 在4月22号 我们的选举出选结果出来的那一天 不管我是赢是输 我都会公布出来 这就是我最大的诚意跟表现了 所以等于说不管是 假设薛小新那天的 这个初选结果他输了 他还是把他手上有的 可以来攻击对手的这些 所谓的爆料的内容 他等于就是提供给你的队友了嘛 那你就是助攻了 对不对 你就是助攻了嘛 因为你们党里面有人喜欢当总教练嘛 那薛小新那如果没有选上初选 他就是助攻 这等于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他是团结的 他不会独立参选 对于新非大战的前立委林玉芳 他也分析说 这一次的国民党内斗 已经是直接影响到了总统大选的局势 因为自己人打自己人 党中央却不积极的介入协调 这让支持者感到非常的失望 这么一搞呢 简直是把国民党慎选的可能性 也给搞死了 这场战争其实已经冲击到总统大选 我讲严重一点 因为你让国民党很多支持者非常泄气 在民调中他们没有去表态要支持民进党 那变成不想投了 变成没有意见了 或不想投了 就这样子了 这个只有持续下去那怎么办呢 所以党中央你不是在睡觉 什么叫领导 领导就是要能够有治理的能力啊 对不对 你党中央要有治理这个政治的能力啊 你这政治人物的这个言行 这已经冲击到国民党的整个的前途了 那党主义在睡觉啊 市党部主委要积极地处理这个事啊 连蒋湾安都应该要介入 你是台北市的市长 这个选区在台北市里面 但是呢 因为徐晓鑫表现得非常的刚猛 我认为很多人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以蒋湾安的个性 温和个性 他觉得说我去讲他 大概也不会听我的啦 这样搞下去的话 搞死了你们自己 把国民党的未来总统选举也搞死了 你看民进党就要宣传了 你看国民党就是这样的一个党啊 狗咬狗啊一嘴毛啊 就这样一直咬啊 这样的党来领导这个国家 这个国家会团结吗 至于内部都不能团结 你怎么领导这个国家团结 所以这场选举这个选区是 我这个当了五届的立委 选过好多次战 有选赢也有选输 这是我看过国民党里面选举 内讧自己杀自己杀的 真的是刀刀剑骨 我看的是高度的不爽 我讲实话 他是澎湖浮蓬喜莱登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条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 我们なんか認同 我们刚刚才说的 如果这伙伙伴 我们刚才说的 我们不然 的 是 回到